台中市无期区一名逗岁女童 则是到公园玩荡抽签的时候 她没有遵守规定 双脚卡在吊篮式坐影上 没有办法动弹 后来痛道不断的挣扎 路人赶紧找来远景帮忙 最后把整个抽签铁垫都卸下来 女童才终于顺利脱困 小女童受困在公园抽签上 下不来 女童双脚紧紧砍 球签上越扭越紧痛的不断挣扎 一旁远景和热心民众 只好将整个抽签铁垫卸下 女童制裁顺利脱困 那个小孩子太胖了 那个妈妈也是胖胖的 就把她塞进去 等一下就拉不出来了 每次要问 每个游乐事实都要先稍微斟酌 看看是否适合我们的体型 台中午七一名六岁女童 跟家人到附近公园挡抽签 双脚卡在吊篮式座椅上 无法动弹 棍中民众搬来椅子 让她用站的还是一样 下不来 市府建设局优化公园设施 太旧换新 在五七千公园 形成三座不同造型样式 当秋千 一旁又设立告示牌 穷女童受困的吊篮式秋千 有年龄限制二到四岁使用 但小女童已经六岁 一样充足长得好 不慎卡在秋千上 幸好遇上热心民众和远景帮忙 交人员检查后 只有大腿轻微红肿 接着称赵黄志瑶 台中聪明道